我剛剛看到老婆上傳有沒有誇獎她一下 你說她這樣子嗎 還是還沒 還沒有誇獎她啦 還沒誇獎她 要誇獎一下嗎 你真的是全場最漂亮的一位 這是現在來想的 我還沒想到那次很帥 因為其實我們好像從疫情都一直待在家裡 相處的時間都一直還蠻密集的 對啊 對 平平淡淡的這樣 沒有火花 火花以前有啊 以前 以前 還是有火花啦 對啊 這樣就很絕對 老婆這樣說我的意思 你說哪一 火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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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兩個真的就沒有那麼追求 要有一個很精彩 好像是 對 火花 我們就是真的很平淡的那種 對 我們會喜歡待在家裡 應該是這樣講 嗯 驚喜嗎 我們生活中好像比較少就有驚喜 但他會給驚喜的話我會真的蠻驚喜的欸 說真的 欸 因為他的個性就是比較默罵 內斂的人 他的喜怒哀樂就是這樣 現在就這樣 很開心的時候他就這樣 然後不 稍微不開心就是這樣 不開心就是沒有表情 對 所以你說偶爾突然他幫你做些什麼 然後你就會覺得哇喔 好特別喔 所以甜言蜜語都是被媒體逼出來的 就是有時候甜言蜜語還是要 挑對時機獎 要珍惜那些才不會變得很廉價 哇真的喔 真的真的 像我們都會互相煮飯 但是真的我太累的時候 他會突然幫我煮好放在桌上的那種 那我對我來講是一種溫暖吧 貼心 因為你私下大附近都在家 應該不太常會是在穿 你不知道這麼多重的影子 對 真的好久沒有這樣穿 在家都不穿 在家都不穿 真的要學嗎 你們是真的在家都不穿嗎 不可能 很冷欸 欸 你暖氣太強一點了 沒有啦 還是會冷啊 至少要穿個浴袍 喔 OK 浴袍下面什麼都不穿 是可以 這樣蠻方便 很方便 洗澡 好啊 然後運動 運動完可以直接洗澡 對 運動完 不行運動還是要穿運動服啦 穿綠袍 對啊 那有人在穿綠袍 因為我們住在裡太久了 有時候會習慣的 不會那麼去重視 去看彼此的那個臉 因為太近了你可能就不會這樣看 那有時候 我去 欸 突然去找個moment 是他沒有看我 那我仔細看到就 喔 真的是很漂亮 就是 那下一秒會做什麼 你知道的 什麼 我們知道的人 跟你知道的多長 我煩了你們 啊 是 好